沒有拍開箱文了 這一台是一款新的滑翔機 它的翼展2米2很大喔 它我記得好像在一兩個月前 我有發佈這個訊息 因為台灣在玩滑翔機的Vail不多啦 以那個象徵機跟二戰機來說 它算是比較小 比較玩的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個是新的滑翔機 就介紹給大家看 開箱 來我們先看一下規格這邊 2米2的滑翔機 然後這個是它有兩個塗裝 注意看 我這個是台風的塗裝 台風的齁 然後它是PMP版 然後這裡 它的翼展 2米2 然後長度 127.2公分 然後重量 1.8公斤 對 1.8公斤 然後螺旋槳是11 11乘8的 螺旋槳是11乘8 然後馬達是3548 750KV的 然後電便是50A的 好銀的電便 然後伺服器 9G的伺服6顆 對 然後電池的話 是用4S3千7到4千 它是這樣規格啦 基本上大家 都會都會操裝啦 對 好 然後它的組裝 看起來蠻方便的 水平為1 插進去之後 鎖螺絲 2顆4顆 插上去 然後 然後 然後就勾 勾上那一個 拉桿 然後翅膀的話 翅膀的話 很特殊喔 注意看喔 它的結構 翅膀的設計 就跟地平線的 現在設計的飛機 是蠻像的 它所有那個 插PIN 直接是露在外面 直接插進去就好了 這等一下 我跟大家 我拆飛機 給大家看一下 好 蠻特殊的 然後直接 翅膀對插之後 它有一個旋鈕 把它旋住 把它勾住 對 滑翔機就是好拆 飛機蠻大的 好拆啦 基本上 蠻簡單的 這裡一樣 你要取出的時候 就旋鈕打開 左右翅膀拉開 然後重心是14.5到15.5 對 OK 好 大致解釋一下 然後我們稍微 開箱一下 啊我的刀子 來這邊 刀子 好 來 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 好 喔 好 好 喔 好 好 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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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大家看一下它的結構 看到嗎 它直接 那個我們的杜邦接頭 直接就插進去 它的蛋棒非常粗 然後它的翅膀是可以拆裝的 然後它的發炮倍率很硬喔 它的發炮倍率 我認為應該是很硬 35倍的吧 可能35倍的 非常非常硬 發炮倍率非常硬 然後有緊密的功能 然後它墮角這邊 它都有補碳棒 增加它的拉力 然後這裡有防膜 這都有防膜 喔好硬 搖不走 搖不走 好硬 漂亮 好 漂亮 好 好 我們把它裝起來 然後它是 台風的塗裝 它那個龍捲風 台風的塗裝 台風的塗裝 好 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蓋子 可能是下面做防滑的嗎 碳棒 碳棒也有 這是應該是 升降的碳棒 直接插進去 對插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 旋鈕 它在蔡次房 鎖次房 蔡次房的一個塑膠螺絲 好 螺旋槳 現在它的螺旋槳 它是用折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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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它的 很漂亮 它這個 上面有貼一層 carbon 的 漂亮 馬達是大顆的 然後電池的接頭是 XD60 電池就放這個位置 它空間還蠻大的 我的目視看 它可以放到 4S512的 都沒問題 然後 這個地方 就要特殊的 就是它的 嗯 應該是拆 拆關 拆翅膀 跟開翅膀的一個 卡榫 張 插進去之後 把它鎖起來的一個卡榫 滿漂亮的 它整個機 整個機 整個飛機的 很硬喔 結構很硬 很漂亮 OK 那這款 新的滑翔機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個地方 很漂亮 OK 你上帝 拜拜